國道影像拍下有一部深色的轎車 新金國三南下苗栗竹南路斷時 車輛自撞 導致左後輪都變形了 但是這名駕駛他居然沒有停下來 繼續往前開 開了大約一公里左右 才終於下了交流道 一讓後方用路人看傻了眼 也冒出一身冷汗 警方表示 如果查證屬實 將依法告發 危險駕車行為 最高可處三萬六千塊錢 黑色轎車在國道行駛卻一路搖晃 只見車尾凹陷變形 就連左後輪都已經冒胎 駕駛卻還冒險繼續往前開 車輛左搖右晃 像是螃蟹移動一樣 後方還跟著一步拖掉車 車沿路警戒 因為黑車駕駛疑 認為車輛還能開 不願拖掉 十二行開了約一公里 終於緩緩開下竹南交流道 也讓人捏把暖汗 事發在二十一號上午十點多 國道三號南下苗栗竹南路段 警方表示小顆車自撞後 又跟大車碰撞 車身已經嚴重迴損 沒想到駕駛卻還堅持硬開下交流道 下了交流道後又開了好幾公里 駕駛才找到修配廠修車 但國道危險駕車行進全東路 恐影響其他用路人行車安全 是違反道交條例 可罰最高三萬六千元罰還 在彭光許苗栗報導